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真的拒绝了吗 他说不想给习近平添麻烦到底意味着什么 今天还有一个重点 也特别邀请到前雄三飞弹总工程师张成大哥来到的现场 因为蔡英文总统昨天跟路透说传打的是 台湾购买F35的重要性 美国政府即将跟国会进行协商 评估台湾防卫的需求 这样的一个讯息到底要传达什么 同时在朝鲜半岛的最新局势 你可以看出来 川普此刻说他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 这是因为朝鲜半岛在军事紧绷当中 川普依赖习近平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吗 真的是不是有大事要发生 在我录音同时看到一个外电最新消息 川普说跟北韩恐怕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好 我们等一下为您解析 同时在国内焦点方面 今天陈其迈来到我们现场 年金下周一竹条要登场了 前瞻我们看到这个条例的部分 下周三也要重新去审查 下周通通都是重头戏 包括国民两党这个战略性到底在哪里 林权院长讲了绝对不会债留子孙 环平没过绝对不会做出大量迫欠的事情 在此同时你看到贺城探也特别强调 建构高效全国的轨道网路 这是一个必要性 可是国民党今天霸占主席台的过程当中 画面当中也可以秀却出来 他们说不只是要文工 而且要武斗 所以今天也邀请到国民党关键性人士 他们到底在反什么 蔡逸宇从嘉义 陈其迈从高雄来看看 当地的公共建设对他们来讲 真的不需要吗 来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首先从我左手边为你介绍起 丹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 欧明显老师 大家好 好 继续为你介绍政治评论家 汪洁明 大家好 以及张成大哥 大家好 国会观察基金委董上 杨立明老师 大家晚安 欢迎陈其迈 大家好 以及师大政研所教授 范世平老师 小军 大家晚 稍后包括了蔡叶瑜 还有何波文 以及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 郑市委加入我们讨论 我们首先从白宫 Washington Post 终于拦截到郭董了 郭董说他记忆力不太好 他都忘了 来看这个重会大现场 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 意外现身美国白宫 被外头记者赌个阵着 郭董是瞬间失忆 美国媒体可能不太懂 其实2012年 宏夏苦练起 郭董亲赴日本大阪 面对记者提问 也是这一招 你问我不知 根据外媒报道 郭董这回前进白宫 和川普面对面 外传就是跟双方 都很麻吉的 日本软银社长 孙正一牵线 谈东支半导体收购案 连日本RHK新闻 也纷纷聚焦 台湾的大手电子机构家 鸿海精密工业 也在买收购意欲 鸿海收购东支 不惜砸三兆日元 势在必得 但日本政府 从中作梗 郭董如临大敌 干脆亲自到美国 打出川普牌 是否以设厂 交换收购东支 引发关注 看准川普誓言 将工作机会留在美国 郭台铭图访白宫 笑称已经签了合约 签约内容到底为何 郭董卖了关子 只说近期内 会让大家知道 好 先请教师 汪老师 怎么看郭台铭 在美国时间礼拜四 指导白宫这个大动作 来怎么看 我想东支半导体 它最主要的产业是快展记忆体 那么这个在整个半导体 这个产业当中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那东支半导体 基本上想要把它清除 放出去 那么来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所以很多厂商都想要买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 暂停性的高科技产业 那么美国不希望 它未来落入跟中国有关的 相关的产业链当中 因为中国这几年来 一直不断来在发展半导体产业 它的这个年消费的半导体 大概将近一年有1000亿美金 那换言之 中国未来要投入 大概将近1500亿美金 来扶持它的半导体产业 未来它要向它生产的钢铁 所谓的业绩显示器 跟太阳的面板 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家 所以加上报纸下 美国当然要注意到 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作为 收购相关的产业 那日本也要注意到说 如果有相关的高科产业 被中国收买的话 对它国家安全有影响 那这个跟鸿海有什么关系 因为鸿海在中国招物有设厂 鸿海帮全球各个 对我做这样一个代工 那么当鸿海有机会 收购这些东西的半导体的话 那对于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你会有某种程度的一种注意 所以加上报纸下 美国当然也会干涉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这个郭台铭到美国白宫去 某种程度是跟美国的相关人员 说不定是跟他的女婿 说不定是跟这个商务部人员 那说不定有可能跟白宫 相关主导交媒人做一个谈话 那自己说是否会对到川普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大的疑问 因为他出来 未必了 看起来是受到礼遇 但是进了白宫 未必见得到川普 也许见到女婿或者是他的国安顾问 或者是国务卿相关的人员 这是有可能的 去强调洪海对这个议题的重视 那么洪海也会思考到说 美国的很多的国防技术产业 那么技术監游工业 都需要思考 不能有中国大陆产品在里面 这是所有的国土安全部 或是美国国务部 每年几千亿的一个采购案 当中绝对不能有 中国大陆的产品在里面 那么洪海跟中国大陆 这么密切接近的话 那未来会不会这样的嫌疑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点 那当然这一次也是因为 他去被这个华盛顿波斯抓到 所以他才装傻 没有这个事情 事实上这个后续 还会有很多的一个 发展过程当中 那当然不只是华盛顿波斯 还有路透社 这次也这个促进风头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讲说 路透社基本上今天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美中台战略沟通 对话的一个机制 因为路透社访问我们的 蔡英文总统 提到有关于台美关系 美中关系 也提到有关于他的施政问题 那么他到台美关系的时候 有问到说 你又不愿意跟这个 习近平 川普再通过电话 当然从蔡总统来看的话 有过这样一个通话的记录 那当然也希望 有再次这样一个做法 那结果这个 路透社又重新去问川普 因为他也是在27号隔一天访问 那换言之 先访问我们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之后再访问美国的总统 莫德特就把两个人 做一个进一步的对话 那问他说 有没有必要 有机会的再 蔡英文总统认为 有必要 还要跟你通话 您认为呢 同样的问题 他把蔡英文回答的东西 问了川普总统 但是蔡英文的意思不是说 我要跟他通话 是说如果有必要 做法许可 那当然顺其自然 那当然 从现在这个时候来看的话 川普最重要的目的 在那组轴 就是怎么解决北韩的问题 当他跟这个国会 国会众议院参议院 警报北韩问题 也不排除有很多 大过的冲突之后 那么他思考说 怎么样利用 或是运用习近平 来解决这个北韩的问题 所以他有求于这个习近平 所以他提习近平 是个很好的人 那么他也帮我中国人忙 在这个状况底下 他怎么会帮他找麻烦 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想法 就是说这是路透社所提的 第二点提到也关于 路透人也问说 对于我们中华美国来讲的话 那么你会必要跟美国买 这个F35这样一个防线武器 那么这是路透社的问题 那这个当然不是蔡英文总统 直接提出来说 我们要把F35 但是路透社提的时候 那么当然蔡英文总统 会顺遂推租提到说 从战略上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思考 就是F35 但是没有说要不要问题 因为重点还是在于 美国要不要耐用问题 所以我觉得 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川普也cue到这个习近平 那么这个蔡英文总统 在路透社的访问当中 也提到中国这方面 经济方面 希望未来如果有可能 双方能够有见面 或是废话的一个层次 那关于九二共识 是一个未完成的答案券 那蔡总统也提出来说 那是不是我们共同来面对 一个新的答案券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 从这样一个路透社的访问 把美中台三边都纳入 这样一个战略对话 共同交易对话 那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那未来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模式进行来 让中华民国台湾的能力度提升 是 那么未来在处理北韩问题 SAR的问题 或是中国大陆的 经贸的一个相关理的时候 那台湾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 不过最后我还是要强调 因为蔡总统也在这个 这个访问当中提到 WHA的问题 没错 那基本上就是 不仅要呼吁 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那么如果两岸要累积三亿 未来有更多的沟通机会的话 那WHA在五月里 能不能承认是一个指标 那这个提出来之后 当然 某种程度也是让美国了解到说 中华民国台湾 希望能够参与WHA 那美国是不是能够 某种程度能够 解释台湾做这样的事情 是 五月底 WHA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进得去 蔡英文总统特别强调 我们只是一个观察员的身份 事实上每方也都支持 每方也在强调 非主权国家去参与 事实上是非常好的 由汪老师这边带出了几个主题 F35由蔡英文总统抛出来 等一下 张成总工程师会我们做解析 那由刚刚汪老师特别提到 当郭董可能见到川普 其实他即使进入白宫 两个小时没有见到川普 见到了白宫的相关人员 包括川普的女婿或女儿等等 都已经是备受理喻 这个大动作 说真的对台湾来讲 有一个重大的企业 可以在跨国企业当中 进入美国 可能要重建他的一个工厂 进入日本当中 包括希望可以竞标 拿下东芝的股权 展现这个企图 说真的要给鸿海集团 进行那么更多的一个鼓励的 因为对台湾来讲 了不起的一个企业 但是鸿海王国的布局 到底呈现什么情形 等一下王杰炳会帮我们做分析 来 方老师这个态势里头 因为不管在白宫的场合里头 或者是台湾的总统府 由路透社在专访蔡英文总统 这个专访当中 似乎更显示出美中台此刻 真的刚刚汪老师说 路透社等于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穿梭的一个情形 来 这个情绪 方老师怎么看 对 我们知道之前 川普在见这个软银的总裁 孙正义的时候 孙正义当场跟川普说 我要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金 另外70亿美金 是由这个鸿海集团来投资 富士康来投资 那预计帮美国创造 这个相当多的 这个5万的工作机会 那当时这个川普非常高兴 后来我们看到川普 又接见了这个马云 是中国大陆的企业家 那这一次当然又是郭台铭 但我们希望他见到川普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也是一个对我们台湾的企业 在美国的影响力来讲 当然是有非常正面的意义 但我们对于鸿海这个集团 现在已经是一个跨国的企业 它不只在中国大陆投资 它在美国投资 在日本投资 也在印度投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当然是说 很多人说 这个这一次的路透社 是不是在扮演某种 在海洋在演出戏 一方面跟蔡英文总统 询问说你要不要 想不想跟川普通电话 一方面隔天又跟川普做访问 当然我觉得 这个路透社是一个国际大媒体 他才可能操作这样的一个议题 一般的我想媒体可能送不到这样子 但我相信就是他问蔡总统 蔡总统的回答其实是蛮谨慎的 蔡总统是说 当然有这个必要性 我们当然愿意跟他再通电话 但他也讲说 这必须要看美国的一个政治情势 还有整个区域的发展而定 不是还要喜滋滋的说 我就是要跟川普通电话 所以我觉得蔡总统是保持 他是在被动 对 被动的询问 回应这个路透社的提问 所以我觉得蔡总统的表现 是非常的平稳 也没有说好像非常高兴 或者是非常的情绪 非常的激动 我觉得他是表示一个非常克制的 但川普的反应 其实很多媒体说 好像川普是打脸小鹰 其实不能这样看 因为川普其实他是说 我目前我正在靠习近平 去对北韩进行经济制裁 甚至可能石油进行禁运 这个对中共过去来讲 是不太可能做的事情 那习近平已经卖了很大的面子给我了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 我尽量要跟中共维持某种好的关系 那因此 但他没有说我就是不接蔡英文 他说我目前来讲 我想维持这个好的氛围 所以他并没有说 我不接蔡英文的电话 只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 维持好的气氛 有助于中美两国对抗北韩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 他并没有完全拒绝跟蔡英文通话 第二点 如果他说我基于一个中国原则 我不能跟蔡英文通电话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紧张 可是完全没有提到一个中国原则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等到日后 可能北韩问题解决之后 我还是会跟蔡英文通电话 所以我觉得其实川普是维持了 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弹性 所以他是说 我必须跟习近平维持一个合作关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不必好像把川普的这样一个讲话 就是说好像就对蔡英文打脸 我觉得这样是有点 不少人媒体的确这样子冷嘲热讽 那方老师你的解读 微信当中也直接间接打脸这些媒体 其实从正确的国际政治来观察 并不是所谓的冷嘲热讽 这样的一个解读方式 今天我们要知道 不是蔡英文总统call给川普 川普公我不要接 实际上不是 他所回应路透社的问题是 如果国际形势需要的话 再度那么热线 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可的 正确的解读 正确的说法 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班老师 那记者问你 你不可能说我不跟他通电话 这不礼貌 对 但是蔡总统 她是一个非常的冷静的回答 那我觉得这个没有失分 那至于说川普的回答 他也是说他基于他目前的需要 所以他也并没有完全的拒绝 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 第二就是说 但蔡总统透过这次讲话 我觉得他对于中共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应 就是说 接下来五月份的WHA 希望我们还是能够参加 如果不参加的话 两岸关系可能会 真的会进入到一个冷冻期 所以我觉得蔡总统 他对中共是下了一个最后通牒 因为我们知道WHA的干事长 叫陈宏富珍 他是香港人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巧妙的安排 从中共来讲 他可以解释 你参加了 表示你接受了一个中国 但从我们来讲 我们认为2758号决议 对台湾没有接触性 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高度 政治智慧的安排 所以我觉得蔡总统 是要告诉习近平的 就是说 我们维持这样一个稳定的状态 到今天为止 包含李明泽案 也很多人批评蔡总统太软弱 蔡总统他不希望造成两岸的对立 他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他也没有邀请 例如说达埃喇嘛 或者热比亚来台湾 他也尽量去做这个 不愿意去刺激中共 那为什么 希望两岸关系稳定 因为两岸关系稳定 对习近平也是有帮助的 他不希望在19大之前 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 所以蔡总统是在协助习近平 互相是互相合作 可是今天如果 你WHA不让我去 你IQ不让我去就算了 WHA还不让我去 而且去年的WHA 是我蔡英文在执政 那你这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点 所以我觉得蔡总统是 禁告习近平 请你不要误判情势 他在路透社这个专访当中 他怎么去呼吁习近平 那你应该要以大国领导人自居 他怎么去呼吁他 他更是用一个软性的一个调子 那么希望你抛开这个过去比较传统 这个官僚系统来面对 那么两岸关系 面对中台之间的一个正面发展 好 等一下这个我们细细来谈 我请教是汪洁明 因为对于一个跨国企业 红海亡国此刻他这样的布局 因为事实上日本的媒体 日本的产经新闻早就说了 郭台铭跟川普即将在美国时间 礼拜四要见面了 时间敲定了 但是郭台铭此刻到底 是不是见到川普不得而知 但是在这个重要的会面当中 获得重大的共识 跟双方面谈什么是大家所好奇的 你所了解 一个红海亡国 这个跨国企业当中 到底凸显出他什么样的布局 这牵涉到说 希望去收购日本的东芝 包括在夏浦 他希望这个夏浦的面场 在美国方面 制造厂方面 事实上也给积极的回应 红海亡国的布局 现在可以看出什么方向跟端倪吗 这样跨国企业 并购日本的相关企业之后 是不是know how 借此可以在全球 来扩展它的影响力 我记得我曾经遇到 许文龙董事长 他就说 我说你的企业 为什么部分要跟红海做结合 他当时他讲了一段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我看到了郭台铭 就像是一个成吉思汗 征服全世界 是这样子一个 目前红海亡国这样的走向 来 汪潔明 好 我们先回应一下就是 这个许文龙许董事长所说的 我现在这个图面呢 是现在这个郭台铭在全世界的一个布局 几乎有点的部分都有他 那么现在他比较关注的部分 除了中国广州建立10.5的这个五代厂之外 在印度部分也做加码 是他早就在欧元区已经建立他的这个 他从买下索尼或其他厂商 都建立他一定的一个所谓的工具地 现在比较在乎性是什么时候能够在美国部分呢 美国部分他只是设一个跟苹果合作研发中心 但是他还没有真正设所谓生产基地 所以大家会关心说下一步会不会到美国 好 因为主持人刚才谈到一个重点叫东芝 东芝某种程度恐怕我们称之为 这是一个郭台铭的世纪大赌注 因为这个钱是非常惊人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台湾最大市值的公司是台积电 台积电市值我先这个是日本的报导 因为这跟日本的东芝并购有关系 那么东芝整个市值是1.1兆日元 那郭台铭的鸿海集团是5.26兆日元 所以看起来是比东芝大 那么我们台湾最大的是谁 台积电台积电市值是16兆日元 那占这个全球排名是第43名 但是三星呢 我们的宿敌三星呢 它市值是27兆日元 好 那这部分对于这个郭台铭 看到三星在之前 他们就已经有非常的 因为曾经三星一度让群创的高官去关监狱 因为三星当要北亚 所以这个郭台铭一直希望把三星处理好 那三星他除了面板之外呢 记忆体一直他的强项 那现在天降下一个机会叫东芝 那么东芝的记忆体是全球第二大 谁买下它 谁就是未来快散记忆体的霸主 而东芝的快散记忆体又是他的老东家 就是他的这个最大买家 苹果最需要的 他为了仅仅抓住苹果 东芝半导体取得是必须被讨论的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郭台铭有个半导体梦呢 这是最近刚开始 我们其实很非常 很难过的事情是说 北韩在发生战争 那台湾怎么会受到影响呢 现在北韩 韩国股票已经创六年新高了 台湾股市连最近两年新高都没有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是三星的走势图 非常惊人的成长 那主要原因是 它在记忆体跟快散记忆体 还有面板部分很了不起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记忆体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SK的海力士 这是另外一家公司 也是属于记忆体部分 它的获利呢 是暴增三倍 如果这三倍的利润 是到了郭台铭的话 它有更多的并购力 那我们刚才谈到 就是说郭台铭的这个资产呢 是5.26兆 其实是今年增长17个百分点 为什么增长17个百分点 因为他把Shop买下来了 所以因为他买下牌 所以Shop买下来 所以增长幅度高达17个百分点 他的排名 也就是从全球排名呢 从263名 一口气变到227排名 那我刚才为什么说 其实他买这次的东芝半楼体呢 是他拼命了 我们刚才谈到说 他总共市值也不过 大概是5.26兆 可是他将近两兆日元 两兆日元去买东芝 就可以展现他的企图性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日本的战斗机 隐形战斗机 有部分的关键零主件 是东芝做的 那么这个美国的核件部分呢 的核能的部分呢 有一些呢 是西乌电器掌握 西乌电器是东芝的 那么事实上在这个 在日本呢 它包括这个我们说的 包括这个隐形的战机 还有这个火炮 以及这个新型的坦克车 里面的关键民主件呢 都跟东芝有关 所以日本大家会觉得说 那你郭台铭 是不是跟中国关系那么好 我把东芝卖给你 你是不是建议掌握了 东芝这个最前端的科技 包括隐形战机哦 所以我认为这次郭台铭 去美国他可能谈很多事情 那么是不是也希望 美国这边能够帮忙一下 一起把这个东芝半导体 拿下来 东芝半导体是 应该是说 可是现在看起来 是牵涉到国安的问题 是国安的问题 因为这就是日本 他第一轮没有日商去报名的时候 他要坐下来 那你知道整个 其实你看到没有错 就是他现在是 唯一最后的一个半导体公司 Shop以前有半导体 他后来决定放弃 因为不赚钱 所以如果今天 他能够把东芝买下来 跟Shop结合 那不得了 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在全球的市场里面 也要阻断红海做这件事情 因为不希望红海买下 东芝之后 成为这个市值又大幅的调升 你可以看到整个组织里面 就是这个快散记忆体呢 是东芝最值钱的产业 但是他市值只有1.1兆 但郭台铭决定要花2兆以上 而且郭台铭加码 说2兆再买不下来 3兆也可以日元 那可以拿下东芝多少 比例的持股呢 20% 只拿到20% OK 就是那当时他买Shop 也是先拿一部分 再拿下全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一件事情是 中国紧不紧张 中国当然紧张 所以现在 自主红海的发展 不是只有日本担心他的机密 会不会被红海给泄漏 实际上美国也在关心这部分 不过美国可能比较关心 那川普老大哥能帮什么忙呢 好 当日本接受到国安的问题 我的东芝 我可能 审慎在评估要不要让你收购 为什么求助于川普呢 我们认为这次 就是我们说东芝在卖的第二轮 日本为什么要介入进来 其实某种程度 我相信美国对这件事 也是高度关心的 我们刚才有谈到西乌电器所有的核能的设施里面 也牵扯到美国的核件跟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的动力来源 也跟东芝有关 那更不用说在东芝在所谓的晶片组合里面 也对于所隐形飞机是具有一定的设计能力 当然这就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当然是希望这个买家是两方面 每日都可以安心的 接近AIT主席默建总统参议文除了嘘寒问暖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台湾到底能不能参加WHA 虽然默建提议台湾可以用观察员身份参加 但是台湾在国际上还是身份敏感 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现身美国白宫被记者赌隔正找 你能够跟总裁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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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级会面是不是一位郭董有意角逐2020总统大位 总统府对于川普和郭董的会面不愿多做传测 而如果郭董真的要选不只对蔡总统造成威胁 更影响国民党整体的局 你愿不愿意郭伍佩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内部都找不到 当然不排除 找包括郭董在内的 党外的民事 到底郭台铭和川普这一会 会不会再度调动选总统的心 外界都在看 郭台铭进了白宫谈了两个多小时 当然川普的动向 郭台铭的决定 以及未来美国在产业政策当中 跟红海之间的密切的互动 这是全球所瞩目的焦点 而台湾今天焦点除了看到这个之外 刚刚包括了汪老师 包括了范世平老师也特别提到 蔡英文总统在这个时候 接受路透社的专访当中勾勒出 中国跟台湾 中国包括跟美国 还有北韩四方非常微妙的关系 也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他的重要性 因为川普当下就是要先解决 北韩的问题 只是说这个时候 蔡英文总统所抛出的一个 不排除向美国采购F35战机 我请教张大哥怎么去解读 这个时候的讯息 我们先看一下 当蔡英文总统怎么说呢 我们跟美方谈的不只是军购的问题 还有军事跟防御策略的问题 双方在这个地区的战略 在哪一些层面上 我们可以做一定的整合 军事采购上是依照我们的防御战略来行诉 所以我们对于战略上有意义的这一些项目 我们都不会排除 F35在战略上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 来我想请教一下蔡英文总统在这项专访当中 事实上他也是被动被问到了 抛出这个讯息是要传达出什么 张大哥 好我们先看个现实面 就算我们今天下定单要买F35 我们多久以后买得到 8到10年之后 所以为什么蔡总统在回答这个问题说 是在战略上 什么叫做战略 在我们军事上这样讲 战略是让对方产生畏惧的一个作为叫做战略 我们想我们如果用F35战机的时候 对整个台海的空域空房来讲 是不是做了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先看现况 我们现况呢 我们国军的主力战机有三种 F16即将提升为F16V IDF现在正在做性能提升 第三个第三部分就是所谓的幻象2000 有将近六原来是60架 这是我们现在国军主力战机的结构 那我们来看在主力战机结构里面呢 我们提到幻象2000的时候 我并没有提他性能提升 事实上从19年前买进来到现在 一直没有做过性能提升 那再过10年之后就是30年之后 那它是不是是个老旧的飞机 因为在军品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消失性伤源 就是飞机上面 其实每一样东西都很重要 当这样东西没有的时候 它可能整架飞机 甚至一个罗斯它都不能飞了 那幻象2000现在面临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空房的一个漏洞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 经过这30年来的演进 甚至以后再往后走10年 整个空房的作为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我们在30年前买的 20年前买的F16 跟20年前所建造的IDF的机体结构 能不能面对对岸歼20 歼35的慢慢的出现 我们的空房能不能挺得住 这事实上也是一个值得 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战略上 我们10年后拥有F35 是个合理的规划 那这一部分呢 我现在军中待 国防部绝对不会突然跑出这句话 我们一定是经过很多的模拟分析 比如说汉官兵推 有F35跟没有F35 它的结构是怎么样 好 简单的讲 其实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F35 可是一架要 最便宜一亿美金 一亿美金 一亿美金 那你认为需要几架 以刚刚讲的 我们像空军的结构来讲 最急的 就是换向2000的60架的替换 最急的那部分 加上也太贵了 所以以我来看的话呢 就说应该是先换这60架 这60架做提升 那ABC F30 ABC到底换哪一型呢 F30A是美国空军用的 是以空战为主的 F35B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 它就有垂直起降的功能 F35C是美国海军用的 是在短场起降 就是在航空军上 可以起降的 那以我们台湾 现在整个环境来讲 F35B应该是我们最需要的 因为这叫做补 互补 我们如果有垂直起降功能 F35B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当然F35B 也是F35ABC里面 最贵的那一型 最贵的 美国真的会卖追行给我们吗 那我们先提出需求 OK 而且美国在美方看台海的军事 它一直有一个原则 一个有原则 虽然在当初建交的时候 有讲说 不能给台湾更先进的武器 但是这几年来 包括协助我们做IDF的过程 美方是维持一个 就是说台海要军事 军力要平衡 当对岸的军力 一直往上涨的时候 美方就会 就释放一些东西给我们 所以我自己预期 将来的F35到台湾的时候 应该也是Reduce Version 就是性能减低的版本 就像当初买F16的时候 是给我们蛮旧的AB型 就新制的AB型 但是是旧的版本 这是可以预期的 就是说也许那个时候F36有些性能提升了 它给我们这个 我刚才讲Reduce 就是性能减低的 但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重点 因为我们一定会买到最适合我们要的 好 那我想提的就是 既然我们需要 也是这么贵 那这笔钱花下去 效益怎么发挥 当然在国防上是要有 那我想提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在军购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工业合作 我们在军方简称工合 按照我们现在的军购 采购的话 对外采购的话 要千分之六的回馈金 就是比如说这一亿美金的F35 那要60万美金的回馈金回到台湾 什么叫做回馈金 它有几种运用方式 第一种运用方式是 零组件在台湾买 这是有回馈金 第二种运用方式是 经过一些教育训练 提升台湾的生产 或者研发的能量 这也是种回馈金 这两种方式以前都用过 那我们想如果是60架的F35 一架一亿美金 就是60万美金的回馈金 加起来是3600万美元的回馈金 按照工业合作的精神 它是要把这笔钱回馈到台湾来的 那可以怎么样的运用呢 昨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就是高教肌高教肌的量产 10年66架 中科院跟汉祥的一个签约 这个重要新闻里面 有几些讯息告诉我们 第一个 它在昨天的报道里面说 这次高教肌的生产 是我们的一个起手室 其实应该讲说回手室 怎么讲我们已经停止 我们所谓战机研发快20年了 因为它说起手室 什么意思 第一阶段我们先把高教肌 10年66架做出来 第二阶段呢 把我们66架高教肌里面 有一些是从外面买的parts 就是原件或者组件 我们设法研发 第三阶段呢 我们开始研发下一代的战机 特别是如果可以军民 通用更好的战机 第四阶段呢 要研发发动机 这看起来是个很完整的计划 那我刚刚讲的工业的回馈的部分 就可以溢注到这个项目上 那我建议呢 就是说不管是中科院 或者国防部 现在要预作准备 什么叫预作准备呢 就是我们在整个 刚刚讲的三个 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现在外构建的研发 或者第三个阶段 下一代战机的研发 甚至发动机的研发 我们都可以用公合的这笔钱 要求美方 一些技术回馈给我们 那如果说F35的战机里面 部分的零件可以在台湾采购 因为在我们高教机研发的过程中 我们重整 重新整理我们国家的 所谓的航海产业 我这边有几个数字 给你观众朋友参考一下 就是我们这支高教机的总预算是 686亿元 其中会有372亿元 分10年 因为它10年66架 在国内生产零组件 占了55%的比重 也就是国机国道这件事情 是对国内在做投资的 那在昨天的所谓的签约仪式上 中科院也大声地喊出来 希望国内的所谓的航太产业 一起来参与这件事情 把我们的中科院需要的零件 人设计人做的 现在就把它做出来 那我们可以整理哪些还不能做的 利用这个公合的机会 从美国得到技术 让我们可以做出来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某一些F-35的零组件 可以在台湾生产的话 那变成我们是整个F-35 整个产业链一环的时候 对我们整个国家的 不管是工业的发展 或者形象的提升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最近中国的航母 001A下水了 你想预作准备 身为雄三飞弹的总工程师 当时怎么去因应这个态势 那中国现在计划 要建构的是六艘航母 当辽宁号经过 当时经过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一个准备 那因应 中国的航母 自制航母已经下水了 我们现在的预作准备 又是什么 中共的航母 从2002年 那个2002年 那个中共的第一艘辽宁舰 准备 就华兰格号拖进中国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做准备了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到国防部联餐开会的时候 我就得到很完整的资讯 中共的海军 中国的海军 准备在这30年之内 建六艘航空母舰 两艘是在他们北海舰队 两艘在东海舰队 两艘在南海舰队 也就是他们准备做 六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那为什么各两艘呢 是因为会有一艘的税修 这个就跟我们当初在 估我们台海 到底要几艘潜水艇 是类似的 我们把台海换成十一个十字 每一个区域需要两艘潜水艇 因为有一艘需要税修 我们也是这样算算 不是随便跑出个数字的 好 那为什么 中共这次叫001A 辽宁舰他们叫001 意思是说 他们第一步就先仿制辽宁舰 用辽宁舰的规格来做 做辽宁舰 那他们将来会有002 003 那在他们的规划里面 他们要赶上现在美军的 离米兹级航空母舰的能力 到2025年的时候 他们预计二到三艘会建造完成 那这个威胁 我们当然知道 因为他们准备这样做 所以在那个时候 在2002年的时候 中科医院受命 在开始所谓的雄山计划 雄山飞弹的计划 就准备面对这件事情 那时候其实是两件事情 同时进行的 雄山飞弹就是航母杀手 航母杀手 那另外一件事情 同时进行的就是潜水艇 如果大家有点印象的话 也大概在那个时候 我们开始跟美方提出 我们需要买财油潜舰 也在那个时候 而且我们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需要 那为什么把潜艇 这个需求提出来呢 我有两个数字 给大家做参考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军有12艘航空母舰 日军有12艘航空母舰 那美军的12艘航空母舰 有三艘是被日本的潜艇 打击成的 反过来 日本的12艘航空母舰里 有4艘4倍美军的潜艇集成的 这告诉我们什么 潜艇它的作 它如果 因为它在水下 它对航空母舰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这边有一张照片 给观众朋友看一看 非常模糊 但是这就是潜望镜里面看到的东西 我特别只要这边有一个实质 这是潜望镜里面看出去的东西 那这张照片什么时候在网络上流传出来的呢 这是辽宁号 就是辽宁号北返的时候出来的 那这个样子 从这个舰导来看 蛮接近辽宁号的 假设 假设这张照片 是我们中华民国海军的照到的话 那如果我们海军的鱼叉飞弹 或者鱼雷就这样打出去的话 辽宁号就发生状况了 我是假如 那也许这张照片是美军照的 不管怎么来的 你说如果在这种距离 在这种距离 我们的潜水艇 可以这么样接近的 航空母舰的话 那对航空母舰所造成的威吓 刚才讲战略 是非常地明显的 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在我们整个国军 在建军的构想里面 对潜见是这么大的需求 不管现在潜见国造 做得成做不成 我觉得国防部从我来看 因为我现在不带军政 但我从外面来看 它是做得可圈可点 前面四年叫做合约设计 真正的预算在后面四年 虽然台船先称 八年下水 十年成军 但是前面四年的合约设计 确定我们的风险 是否能掌握 再开始建制到潜见 这是个很安全的做法 当然如果要面对 2025年 中共有两到三艘航空母舰的威胁 是不是要去外购潜见 我是觉得也可以纳入考量 是 所以在国建国造 国机国造 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防政策 在展开的同时 我相信川普 那么总统也看到 台湾的确在防御方面 展现我们充分的一个自信心 来这样的发展 齐迈是这方面研究非常久的一个专家 来 齐迈来 我回应一下张大哥的说法 就是现在现代化的战争是强调两个 一个是逆中 一个是4GY的接战 那因为这个幻象2000 它跟我们博胜专案里头的 这一个执款通知性的整合 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你当你F-35B进来的时候 它除了说 包括它的逆中 跟4GY的作战的能力 可以大幅提升 这个是超越我们过去 包括我们现行的 这个空军的一些战力的一些编制 所以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那尤其F-35B 它是短长起降 垂直起降 所以面对中国假如发动 手术式的精准打击 我们这些机场 飞弹基地等等 可能在第一波 这个攻击 这个被 在殲灭之后 我们还有一些 这其他的作战能力 当然会阻碍 阻止了 这个中国军队到台湾的 不管是登陆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进一步的武力攻击 所以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全体是这样 包括逆中的功能 这是F-3 所以在今年的汉光的兵推 就是我们的兵器推 里头 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我的了解 是针对2025年的 这个有关这个 当中国军力成长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方的这些武器的这些建制 需要何种的这个武器 才能够去平衡 中国整个军力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一个就浅见的部分 其实它是一种战略性的武器 当然不会说有这个相片 说造了这个航母 一定是在雷达 或者是说在整个这个侦测里头 就电脑萤幕就看得到说 那条航母在哪里 熊山也好或者各种反制的武器 可能在第一波 这个都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一个 这个做 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 还跑到那里还用望远镜来看 这个大概是已经是很落伍的一种做法 不过这张相片是凸显说 其实对于双方的这一种情收 或者是整个军力的一个部署 这个是在 即便是表面平静 但是这一种互相彼此的 这个情报的收集工坊 是非常的一个激烈 那这个我问过 这个海军当时的李洁部长 就说为什么我们台湾需要潜舰 他说你看你要去抓一条潜水艇 你要多少这种反潜的 这种作战的这个水面上的船只 你要有巡防舰驱逐舰 还有反潜直升机 还有这个现在我们的P3C 你要去抓一支潜舰 是很难抓得到 那同样的道理 台湾假如有一艘潜舰的话 那你看中国它要花多少时间 因为它的航母要经过 这个我们所谓的第一岛链 它会面临更多的一些压力 所以策略上或者是战略上来讲 这个是属于台湾的一种 所谓的战略性的这个武器 这个是我们一定 为了我们台海的安全 这个是绝对是我们要来 优先采购或发展的一个项目 所以你回头看整个 这个东亚的一个局势 当然北韩一定是热点 那川普现在我的了解 假如今天明天或者是后天 大概这几天 这个卡文少 大概这一次真的是开到朝鲜外韩 那在这一个热点 包括说这个美军的一些作战部署 那或者是说这个中国在私底下在桥北韩的 这个这个我想是非常的一个忙碌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头 当然双方都不可能去做一些 过度的去去处理 或者是说去搞坏双方关系的一些事情 让习近平现在不开心 那当然是习近平去找北韩谈 那当然北韩能不能谈得成功 不仅是东亚的战略局势的一个发展 最重要还是习近平这个党内 或者是中国内部 他权力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你记不记得当时他去美国的时候 习近平大家说他这一趟去得好的话 对他国内的这个十九大的这个布局 有更好的一个帮助 他去回来也恰如其分 所以简单讲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川习会当时 现在看起来对习近平的 在国内的领导力的那是加分 所以势必北韩问题他要处理好 因为过去习近平被人家所诟病了 说他处理美国关系 处理北韩甚至是南韩 你记不记得胡锦会上台的时候 这个跟中国的这个关系如交四期 结果搞到南韩部署萨德飞丹 所以国内 中国国内其实对习近平 普锦会还去参加 对对对 包括日本的关系 或者是南海的关系 或者是台湾这些 其实习近平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所以这一个北韩问题 当然是优先习近平必须要处理好 没有处理好的话 我想不仅说对于习近平的 国内的领导地位 或者是说对于他在国际上 作为一个大国的一个领袖 他也会被看破手脚 所以我想北韩的问题 还是拭目以待 那郭台铭的问题当然是 那当然是一方面 这个军事的这个对峙 或者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北韩的火药库 还是一往如死 没有比较冷却下来的 对峙